238 《潘如日報》2015年7月22日報章 A4娛樂嫁給外國人環挺勇敢湯惟談跨國婚姻本部 綜合信馮小剛擔任監製 湯惟 廖凡主演的愛情喜劇片《命中注定》將於7月24日全國公映 日前 民眾注定開國宣傳 湯惟賣力配合 拿自己的愛情 婚姻說時 湯惟表示 和韓國導演金泰勇結婚 有點命中注定的意思 而格級一個外國人環挺勇敢的 需要勇敢的路還在後頭呢?文化衝突什麼的 畢竟我們才結婚一年 自己的婚姻被孫中談到接拍命中注定 湯惟說 哪是在一個嫌疑的下午 我煮了一大碗好吃的麵 吃完愉快地看了這個劇本 看完我很興奮 覺得這個故事的架構很有意思 而角色是我從未演過的人物 再一看 是在意大利這麽美的地方拍視 這寫都吸引著我 她表示 當時看了劇本開頭 就覺得應該演 因為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女孩 是因為算出了自己命中注定的愛情 於是跑去意大利尋找 結果真的找到了那個命中注定的人 而同樣的故事 湯惟也經歷過 結婚之後 找到了父母在我定婚前幾個月 分別在不同地方幫我算命的紙條 沒想到 日子 人 所有事件的過程 狀態竟然都靈驗 真是命中注定的感覺 拍攝期間 湯惟為意大利的美景所折服 我是第一次在意大利拍戲 可以用風景如畫來形容 在佛羅倫薩 在勞卡 我騎著紙行車穿行在遊畫般的街道中 看到兩道彩虹斜斜地在建築物之間出現 像極了童話世界 還有皮欣紮 簡直未絕了 尤其是最後一天 那個雲和霧 所有人都成了攝影視 我覺得意大利是非常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在這麼美的地方拍戲 人的心情也完全不一樣 最浪漫時一起到老結婚近一年 湯惟小小地感太了一下跨過婚姻的艱難 我覺得我價級外國人還挺勇敢的 結婚的時後完全無想過 但之後慢慢發現 原來需要勇敢的路還在後頭呢? 湯惟對夫妻白頭到老挺有信心 他們爭在機場偶遇一對老頭老太手牽手 老太太穿得特別優雅 腳上一雙乾乾淨淨的黑布鞋 戴著帽子 兩個人戰戰危危往前走 我覺得真正浪漫的事 是兩個人一起走到七八十歲 心情大好的湯惟還聊起日常生活 透露金太勇有職業病 平日最喜歡的就是對著老婆拍照 還拍過他在院子女追著雞雅跑的鬥落場景 就連湯惟試穿婚紗 這麼太勇也跟進事間 那天正好有一束光從上面打下來 我穿著婚紗從鏡子女看他 他正好也在看我 當時真的狠想哭 讚馮小剛神來之筆首次和馮小光合作 湯惟毫不掩飾對他的崇敬 津津落到各種細節 馮小剛讓整個劇本有了提升 這是一部翻拍片 他把劇本改得非常生動 而且符合中國國情 可信到一下子提高了 這對演員來說特別重要 有一場戲 原本是馮大理 廖凡飾 帶我們回到他家 那個大宅子女有一架光琴 是一個客戶的 後來被收走了 我們在邊上看 我 在藝術 馮小剛是這樣改的 叮咚 進來一位抱著鏡子的老太太 然後引出一段感人的故事 讓我們對馮大理這個人物有了一個巨大的改觀 我覺得這個改動是神來之筆 馮小剛有一個特點 他是想著想著 一個字一個字從嘴裡崩出來 然後再敲到劇本上 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真的狠棒 他像個魔術師 我們還同時排練 真的是一種享受 真連續工作十四個小時 很特別的一段經歷 湯圍環爆了拍攝的幕後隨時 開拍第一天 他拉著鳥帆到三里團買戲服 結果兩人在街上框了半天 也沒人衝他們拍照 第二天上網搜八卦 也沒有 有 對此 馮小剛一針見血 我發現藝人被狗仔對拍 大部分是經紀人通知的 你說是不是 像雞 雞 雞